紅黃瓜把我的黏膜破壞了 我剛剛前面還有巧克力加牛奶 對 所以你等一下就直接結實 你等一下就昏倒了 要吃掉就好了 真的莫亂吃耶 這一集是要來毒死我們了 Question 2 來 Question 2 哪種組合會讓弱法更嚴重呢 A 麻油加豬肝 B 紫菜加豆腐 哇 這好難喔 感覺都很好耶 我們來看看 K2R怎麼胡說八道 但是豬肝加麻油啦 因為肝是帶一些身體雜質的東西嘛 然後加上夠油膩的東西就是麻油嘛 這兩個很邪惡的東西加在一起 一定會把身體弄壞的 什麼組合會讓弱法更嚴重 我覺得應該是B 紫菜加豆腐 現在又不是什麼吃到不倒的平台 不要以為說紫菜長像頭髮 就想要覺得它對身體好多的用 紫菜它是一種加工食品 然後吃多了對身體 我覺得沒有辦法 又不是越近食物 然後豆腐的話 其實還是那種雞幹的 然後鮮過油膩 對身體食物會不見得也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紫菜加豆腐 會讓弱法嚴重的成績更真的 好 我覺得它講得還滿認真的 對啊 長得帥 講得又有說服力 對... 真的 應該長得帥吧 到底是A 還是B呢 請舉牌 來 紫妮 趕快舉起來 試什麼 其實連我也很好奇這個 應該是A吧 黑皮要嗎 我們三個噴 要嗎 你一個 為什麼 我覺得 你們怎麼真的奔氣了 因為我現在覺得你太可怕了 我要跟你選不一樣的 麻煩 深入一下 像我之前因為做造型 常常染頭髮 我也很常會落髮 所以我之前還好去直髮 然後我就是直髮原因是 在落髮之前我會發現 我頭很容易出油 然後頭皮處於一個很不健康 很敏感的狀態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真的太油了 吃下去之後 我覺得會對頭皮 反而更不健康 所以會加深你落髮 毛孔堵塞啊等等 那紫菜加豆腐是好的 對啊 紫菜加豆腐呢 可是我覺得可能像 剛剛那個帥哥講的吧 而且他是我的菜 什麼啊 喂 不是 你問 不是要是我講 不是要選男朋友喔 對啊 大家不是說以形補形嗎 就是吃紫菜補頭髮 而且之前我有就是有用過一些 就是髮品 它裡面都會有什麼 紫菜萃取 所以我覺得紫菜對頭髮是好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用紫菜的產品是好的 所以我刪去 有時候落髮是因為 貧血很嚴重 那 豬膳是很好補血的東西 可以 對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頭皮的毛細孔營養不夠 血液那個養分沒有帶到那邊 它就會掉下來 然後你們要再想到喔 和尚跟尼姑都是吃青菜豆腐 所以它也沒有頭髮 對 它也沒有頭髮 你現在選B耶 我就說不能跟尚會再選一秒 你要選B嗎 然後你說你沒頭髮 對啊 你選B耶 你的邏輯你說要講A 來... 你到底A還B想清楚喔 不要 我還是決定B 因為我覺得補血 麻油豬肝真的是太油了 因為麻油 麻油會讓頭皮發麻 對啊 不是頭皮發麻 是因為它太油了 反而會就是造成你那種毛孔 沒有 太油會弱髮 反而弱髮會更嚴重 如果油不是這樣吃的 這一題呢陷入那個 很膠著的爭論當中 相信觀眾跟我們一樣呢 急著想要製造答案 對 所以到底是A還是B 是麻油加豬肝 還是紫菜加豆腐 會讓人家弱髮呢 來 營養師請解答 營養師會針對了 來 紫菜加豆腐會弱髮 不可能 不可能 營養素不夠 因為我們頭髮的主要營養素 是鐵跟腥 那所以其實豬肝裡面 有大量的一些鐵質 而且芝麻油 你看裡面有芝麻多分 也可以幫助你 就避免頭髮掉落 那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紫菜跟這個豆腐 是有問題 不是因為和尚常吃 所以沒頭髮 不是因為這樣子 是因為紫菜裡面 有大量的纖維質 你知道嗎 吃很多的纖維質 反而會影響鈣啊 鐵啊 芯這些二架離子的吸收 所以豆腐裡面有鈣 但是你一起吃完全補不到 直接競爭吸收 所以其實答案 我們就會跟大家講說 逼不要一起吃 很容易啊 因為其實你的這個鐵 我們剛剛說鐵是 存在於紅色當中 所以你要補一些補充品 人家真的有道理 所以怪不得的 真的 和尚真的 都吃蔬品 你不知道他不是吧 我也認知 不是 話不要講那麼多 沒有... 請三位呢 華雄 今天 你們以為說和尚是自己氣的 對不對 可是我有一個和尚朋友 他還屬二十年了 長不出 還是長不出 真的 真的假的 總之就是 營養素不夠 那個朋友就是Paul 對 他有花結結席啦 其實他當過和尚喔 他當過和尚 他還去派國出家咧 沒有啦 我認真說 這個我覺得豬肝汗麻油 是因為你知道我們生完小孩 不是都會要補這個 對 會不會是真的 他其實也是在真的補身體 然後你的養分才會從頭髮啊 身體才會補 可是總覺得油脂肪多物 那我會提醒大家 這個麻油是溫熱性的嘛 然後而且豬肝裡面 也有好的蛋白質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吃一大桶的 這個豬肝加油 對啦 那個頭髮補不到 但是你會胖 OK 好 不管怎麼說 請噴 不 選B的才是對的啦 會弱髮啦 選A的來 請到圓台 來 來... 天氣怎麼那麼漂亮 我發現是你們的問題耶 是嗎 剛剛也是 剛剛 甄莉姐的問題 等一下你選手 我不要給你選手 溫度大概十二度左右 我們這個乾冰的溫度 大概零下兩度 你們可以抱團取暖來 這... 我好可怕喔 三 二 一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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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 趕快跑回去 就是... 我這邊好熱喔 好強喔 好 再來Q3 哪一種組合容易致癌 Oh my God 致癌喔 越來越嚴重喔 自燒牛排加酸黃瓜 還有一個香腸加養樂多 我知道 我知道 這簡單啊 這很簡單就知道 我們先看Q3 好 第一題肯定是A 絕對是A 自燒牛排是紅肉 煙黃瓜它是腐敗的東西 所以兩個加在一起 一定容易自癌 而且一定是食道癌 或是其他癌症 所以肯定是A 香腸加養樂多 別傻傻的 大家都知道 整肌的冠牆 不可以跟養樂多做回家 如果還不知道這個嘗試的 通通給我拖去打 蛤 這麼嚴重 先跟你們說明一下 他們兩個是夫妻 對啊 他們講話有點像 他們講話很像 因為夫妻適合喔 老公講話很瞎 老婆的話還能信嗎 A是不一樣喔 A是不一樣 它還是兩個個體喔 A還是B呢 請舉牌 這不用想啊 其實這不用想吧 不是嗎 不是 你告訴我 我先看甄莉姐舉什麼 選B啊 我也看甄莉姐舉什麼 剛剛在營養師說 農民利99%都不對 香腸加養樂多 好像也是農民利出來的 對 沒有 可是 我就是這個邏輯 我這裡之前 我這裡之前看過一個報導是說 因為除了這個 我們常常都已經聽說 香腸加養樂多 就是不能一起吃之外 因為香腸是加工食品 對 就是一個人一天好像不能吃 超過100公克還是200公克 反正你吃超過一個量之後 你會有增加那個大腸癌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最危險 加工食品 農民利沒有香腸加養樂多 沒有 可是那時候還沒有養樂多 那時候還沒有養樂多 對 因為那個養樂多是日本人發明的 酸黃瓜真好吃 好吃 我覺得是 炙燒牛排也是有火去加工去烤過 所以我覺得它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致癌物 然後加上酸黃瓜是醃漬物 醃漬物本來就很容易致癌 可是 然後加上甄莉姐的選鼻 不是 我覺得 你這太沒說服力了 你要想想看 韓國人都吃烤肉加泡菜 泡菜也是醃漬物 真的 烤肉也是用火去烤 對 韓國人皮膚超好的 可是他們 對 甄莉姐 你這樣我要給答案 他們血癌不少 現在在現場3BA 所以這個非常的極端 要嘛三個一起噴 要嘛就一個人孤零零 所以到底是A還是B 是炙燒牛排加酸黃瓜 還是養樂多加香腸 這個答案非常關鍵 來 營養師請接答案 答案是A 對 為什麼 不可能 那個很健康耶 對啊 來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美國醫學會 就已經有認證 如果你是燒烤的 炙燒的 你只要大於220度 它就會產生多環芳香物 PAHS 它就是認定致癌物 再加上酸黃瓜 其實它裡面是醃漬的 它會破壞我們的胃黏膜 所以你黏膜一破壞 再加上燒烤的進去 直接你就吸入這些毒物了 所以加深它致癌的風險 所以玉琳哥 妳剛剛是餵毒耶 妳是餵我們吃毒 她說我剛剛沒有吃 我們沒有吃 妳要咬死我 還好吧 妳這樣 可以 冬黃瓜把我的黏膜破壞了 我剛剛前面還有 巧克力加牛奶 對 所以妳等一下就直接結識 妳等一下就昏倒了 妳剛剛吃藥不好 妳真的夢亂吃耶 為什麼 這一集是要來毒死我們了 我也覺得 再來 不是啊 那香腸也是用烤的啊 對啊 再來跟大家講這個香腸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香腸有所謂的雅硝酸鹽 因為它是防腐的功能 然後再加上這個養肋多 它會去把裡面的肉類的胺類 變成二級胺 變成雅硝胺 這個是一個 大家覺得會得胃癌的致癌物 但是這個食藥屬 現在也來澄清了 如果妳是合法的香腸 它加的雅硝酸鹽 是合法的添加物 其實是很微量的 妳在搭養肋多這樣去搭 其實反而是不會有什麼事 沒有像另外那個炙燒牛排 直接就產生這個 多環芳香這個毒物的部分 所以不要聽到 雅硝酸鹽就色變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任何的添加物 它都有一個安全量在 不用在那邊神經質 吃香腸會中毒 沒有 那個很微量 除非妳一天 誰 那營養師 如果今天它也是烤香腸 那個也是會有高溫 像妳講的炙燒牛排 它溫度高的話 對 是所以建議大家 我們盡量用清蒸水煮 你溫度就算氣炸鍋 也不要高於200度 清蒸跟水煮的香腸 鬼才要吃 對啊 我覺得那是誰 是清蒸的水煮的 那妳講得好嗎 香腸就算好香腸 沒有啦 可以烤 但是不要吃那麼多 對啦 不要那麼多 每天你不要再 是兩磚可以嗎 不要搭雙環瓜 不要搭鹽之物 你看日韓其實他們胃癌的 那個機率是非常高 真的喔 因為醃製物吃很多 我剛才講得對耶 完蛋 我超愛吃那種醃製物的 對啊 泡菜配燒肉 還有什麼 醃酸那個什麼 白蘿蔔 對... 醃的那個白蘿蔔 有小蘿蔔 對 大家真的要小心 來 選B的請上 完了 對 快去... 我頂... 我家後面... 徐卵...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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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珍頭髮都會冒了 慧珍不怕死 繼續來 慧珍... 不行... 你剛剛後面都結...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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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拆不死啦 你... 結冰了... 等一下... 你後面真的結冰了 你真的結冰了 等一下喔 這個傢伙就說不要拍... 不要拍到他結冰 然後他一直把我背後面... 結冰了 我們小心喔 好 來...請回座 那個現在是冰鎮燕 真的耶 結陣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嗎 我可以吃東西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